接著我開一個臨時董事會在10月初 要求我們佩洛的燈發抗作滴滴 這個所謂Doodle的實力查房 我說可以 但是我經歷是不能洩漏 接著我打電話給 出去跑邊打電話給我 我就說我反對 他們投資 或是買多可愛 那時候一股67塊 我跟講價格 結果講了這個事情 我打了這個電話之後 他們當中就罷手 我反對 所以是在那邊基本災情 那我打他才有 當年他一五十塊錢投資 我可還先讓他買留期 他認為他已經大賺了 所以他買 我反對他買 所以是為什麼他要把我幹比較好 這就是當這個 我講的這個事情 講的這麼清楚 給大家知道 這錄影純正 我又會信書 把他寫成一個藝人家的暗戀 因為我很喜歡你 放寫你 因為我還有做筆記 做工作日子的習慣 所以哪年哪月哪日 我輕盈俯純 甚至因為我們後來博派董事委 都還錄影純正 那個光譜 誰講的話 你們來對牌 你們來講什麼的話 可惡到幾年了 現在喔 國務生兩天敗前 我跟桃姨操場 換了國客來的一個幹部 那個人非常加好 那個人剛好就是文綺的先者 我說你不知道 國務生兩天敗前 我現在是管理部位的主管 你去回去問你太太 這個事情來用 現在是不是這樣子 你們討厭 欠了一個辯額 我反對你賣 結果我變成這樣一個小場 你現在是不是要把我平凡 我又沒有談 我沒反應 你對我這樣子 你在問我遏制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我2007年8月17號被幹掉 日子其實太清楚了 我董事費上當場被料理 就是因為我反對 我當他們當徐聰人的財務 所以他會說 徐聰人怎麼樣 我說OK啦 OK啦 你知道 有另外一個人不知道 他被幹掉不是 我被幹掉一模一樣 事實上真的有趣 你知道我2007年的年初的 那個年總獎金 一毛都沒拿到嗎 他能做到這種程度 我的年總獎金 所有人都拿到了 我已經拿到一毛錢 連我離開之後 他還不可能給我 你知道我離開博客 沒有年總獎金 沒有錢是要被你騷擾的 你知道我們家去跟他要 跟他 fight 他才最後給我 我這麼來 這就叫謝賢蘭 指名道姓的解決 所以我說有些事情 你要做革命的 真的你要看看 你要想一想 如果那傢伙是馬英九 你要用這種方法跟他 fight 他也不會停 我們要想辦法 當然如果他沒心 你想要找到creative的持股群 你記得他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在服貿十個關鍵 最後我在說 說一切一切 你能力差一點也沒關係 只是你要是沒寫 不要看過文 對嗎 不要講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給我聽完了